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带着您在全球的投资市场绕一绕 我们在这个单元 向各位朋友分享 全球的金融市场里面 最重要最及时的财经资讯 各位在投资的过程里面 很多朋友都想说 我买进去的话 最好是给它赚一倍 但是记不记得 在一部很有名的国片 那么Canon里面的话 它提到说 先不要想赢 先要想说怎么样不会输 所以各位最重要的是说 买的时候你这个赚 多赚少赚没关系 但是不要买了以后变大赔 那就很伤脑筋了 那么有些大赔的 它其实常常在趋势上面 会透露出来 所以趋势一反转 凡人无法挡 什么产业的趋势 正在向下反转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档股票叫做Sales 这是美国知名的百货公司 一路的下跌 反弹之后再跌 好那反弹之后再跌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这家公司 它的一个基本的 这个重要的资讯 它是百年的老店 百货连锁店 有去过美国的朋友 可能对这家公司都很熟悉 它旗下还有什么 像Kmart这种的连锁商店 有3500家的门市 但是它在第二季的时候怎么样呢 转盈为亏 本来是赚钱的 但是在它受到电子商务 严重的冲击的情况之下 它开始呢经营绩效不好的也把它裁掉 那么分店数呢开始在缩减 不过还是出现亏损的情况 所以它正在力挽狂澜了 所以在我们看连锁商店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数字叫做 分店同店销售 就同一家店 因为有时候你看整体的数字 是你这边开新那边开旧嘛 那么整体的数字呢 只反映这个集团 但是呢不反映这个 这个点有没有竞争力 所以我们讲说同一个店 同一个店它的销售的话 有没有竞争力的 目前是下滑的哦 我们再看看 是不是只有希尔是这样子呢 另外一家公司叫高新零售 这个母公司叫做润泰集团 那么呢高新零售 这就是当年的大润发 在香港挂牌 很多朋友可能都很熟悉啊 那台湾的包括润泰星 润泰权的话都大涨啊 最近怎么没有听到这个题材呢 原来因为趋势已经反转了 那我们看到说呢 这个高新零售 它最高的时候到达13块 那个结果呢下跌的时候 这波跌到4块钱 各位这不只是腰斩 这腰斩之后再腰斩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润泰星润泰权 最近的题材 你有没有发现 都是转投资南山人寿 或者是营建个案上面去了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大润发还是人很多啊 但是它的获利的话呢 跟成长的空间啊 受到压缩 一样的受到电子商务 跟其他同业的一个挤压 所以各位 当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有没有印象啊 在最近包括像是远东集团 远东百货 也提到这个啊 在中国大陆激烈竞争的问题 因此呢 实体的商店 受到电子商务的挑战 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您在投资的时候 要特别的留意 好 接着下来的话 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公司啊 这家公司叫做 Diamond Offshore Drilling 它呢 一路的跌下来 各位 那这个到底做什么 怎么会跌成这样呢 我们来看看它的基本资料 那么这家公司啊 它的总部呢 是在德州 休斯顿 做 它给专井的平台 它做一些服务啊 然后给能源的工业 哎呀 这样大家知道了嘛 美国之前很流行的页岩油 对不对 好 然后大家呢 要做页岩油的时候 要往下去专检用这个 好 水 水压裂结法 好 那从地下地层里面 然后把以前没有办法开采到的油气 页岩油气的话 把它给开采出来 但是呢 当油价走低了之后 受到压缩 所以这个页岩油 一加一加的开始出现 倒闭 或者是关起来 破产亏损的现象 那么当然提供这个服务的话 就会盛况不赛了 各位 这也是一样 这个是一个趋势 正在出现反转 所以当我们投资的话呢 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 逢低成接到底对不对 价值投资到底对不对 跟各位报告 如果这个产业趋势是对的 那你可以逢低成接 如果这个产业趋势 正在做反转的话 那么你倒不妨先等一下 因为它低 可能还有更低 真正的低点 要等到这个产业 或这家公司的转机出现的时候 低点才会浮现 所以操作上面呢 所谓的Loudi 有它的机会 但是也有它的风险 我们要特别的留意 谢谢您的收看 祝您投资顺利